我們是合法登起的優惠 使命推擠 互不相讓 軍工教團體速度走上街頭抗爭 現在全教會跟控訴 原先說好改革省下的年金 居然有高達7成 沒有投入退付基金 說好的改革節省兼備 全數道路哪裡去了 按照一個人250萬 11萬人來算 未來三四千 未來三四十年就有接近3000億 原來教育部公告草案加了淡書 將優惠存款基準大幅降低 如果是一位有4.5年 救治年資的教師 原本可以存到13個月的本縫 將減為4個月 每個月短少的18%利息 就差了6536元 一年下來就有78432元 相當於七成經費 沒有投入退付基金 那調低當然就相當於 我把母數調低了 那我要預住的經費 就相對就減少了 好 那這當然跟我們當時 立法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就是擔心退付基金水位 只會越來越低 而不只軍公教 民眾對政府也有怨言 修完之後好像對 對勞工也沒有比較有保障 憤怒的還有勞工 一向民調 有六成民眾 對小英總統表現不滿意 至於行政院長賴清德 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合格 而高達六成的人 不滿勞基法修法 還有超過四成的人認為民進黨維護之方 國民黨很難的時候他們還覺得OK 因為他們還有一個寄託的對象 就是民進黨 可是現在民進黨也如此白暗的話呢 他們反而覺得痛心疾首 功效不滿 民調大跌 政府若不大刀闊斧 恐怕還會暫時民心 東三產新聞 林林黃福祥 台北報導